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请坐 我们继续来学习 这个研讨 修行与生活座谈会 我们今天呢 首先把昨天还没回答的这些问题 做一个研讨 然后主要时间呢 回答网上同修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 以前弟子用三三四念佛 按照您教的方法 也不用记每句佛号第几句 感到很设心 但是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 得把每一句佛号 是第几句记住 近来再用三三四念佛时 强行记住每一句是第几句 感到反而不能设心了 请问三三三四念佛应该怎样念 现在念佛时非常担心念的方法 往生不了 所以念佛时心一直定不下来 这个念佛方法并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心要相应 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那么往生净土呢 是一念相应 一念生 念念相应 念念生 所以 所以相应 那就是心心念念 希求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这个世界啊 一点执着和留念都没有 那才可以相应 那么心相应了 至于说方法上怎么念 是念识念法也好 还是呼吸念佛也好 是你念三三四一句也好 还是五句五句念也好 这个呢 都看个人 那么这些方法 古德都有教过 那阴光大师 就在文超里面呢 都有谈到 那么你选择自己呀 最得力的方法 所谓得力就是设心 如果你已经念佛号 念得很设心了 就不必改了 一直念下去就行 那么你念识念法 用三三四的节奏 本身就是识念 那你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念到第几句 你心里会清楚 你不用数 三三四这个节奏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刻意是数 你就知道你现在是第几个 因为它节奏感很强 三个一小段 又三个一小段 然后四个一小段 你现在念到第几个小段 心里很清楚 第几个小段里面 第几句 你也很清楚 这就可以了 不用去强行记住 我现在是第几句 更不必 心里还数的 一二三四 念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阿弥陀佛三 你这都叫家长 所以 这个 佛号 我们念习惯了 那个方法 就一直用下去 就好 不用劳改 第二个问题 念佛必须要止净吗 这个不需要 行住坐墨 与墨动静 都可以 念佛 这方法非常方便 第三个问题 礼拜地藏王菩萨 和阿弥陀佛 有何不同 这个 本质上 没什么不同 那么阿弥陀佛 和地藏王菩萨 他有不同的表法 地藏王菩萨 表 孝亲尊师 所以我们礼拜他的时候 就要想到 要学习地藏菩萨 孝亲尊师 那么阿弥陀佛呢 我们是求生净土 礼拜他 想到要发愿 离开娑婆世界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 这个礼拜 那个用的心 稍有不同 那么功德 在乎你 拜佛的时候 是不是用清净心 如果你以清净心来拜 不夹着妄念 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就大 心越虔诚 越恭敬 你得到的功德就越大 灭罪 征服 这个效果就越好 第四个问题 烧水喝 杀菌是否属于杀生 严格来讲 也是 但是这个问题呢 是迫不得已 因为 你要水不烧 不烧开了喝 那水 不干净 喝进去之后 身体 闹病了 闹病之后 甚至 这个很严重 你要不要治 你要治 你用药 用药 你要杀菌 你说你不用药了 我就死了吧 死了 那你更是杀生 人体内是八万四千重 不止八万四千重 一滴水里头都八万四千重 那就讲细菌 那整个身体多少众生 所以呢 这都是迫不得已 所以最好我们的心态 就是 喝水之前 都能念佛 给这些 看不见的生命 回想 第五个问题 有的时候应酬 喝酒 或者是吃葱 蒜 吃完以后 是否可以念经 如果你这是迫不得已 喝酒 应酬 或者吃葱 蒜 最好是先 漱口刷牙 再念经 也是表示恭敬 第六 请问 我们现在是应该从三个根修学 还是修 定 供戒 就可以 这两个都需要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不是脱节的 三个根 也就是戒律的根本 他辅助你 得定 那你修禅定 我们的方法 是念佛 用念佛来修定 心定下来了 这个 不会心浮气躁 那么你三个根 就比较 能够受持 不太容易犯戒 犯戒往往都是因为心浮气躁 或者是放逸 观照的功夫 失掉了 这就放戒了 像我们一般 真正修学的人 说主动刻意 这个故意去犯戒的 应该来讲 不会了 如果还会的话 那这个不是修行人 那是属于罪恶凡夫了 我们这个修行人 都不会主动 刻意想要去犯戒 都是什么呢 不经意的时候 疏忽了 所以呢 一下子就做错事了 那是什么呢 因为你定功不够 心不清净 所以你真正要吃好戒 真的要得定才行 得到念佛三昧了 这叫定功戒 所以三根的修学 辅助你得三昧 得三昧也辅助你 找好三根 相辅相成 第七个问题 运缘不同 是由于前世所中的因有关吗 是的 这个现在的缘 也是因为过去生中的因 决定 第八个问题 弟子总是觉得 扎三个根和砖修 无量寿经有冲突 总觉得分心 两个孔可以同时修学吗 可以 跟刚才我讲的道理一样 你修学无量寿经 一定要一门深入 这是修定 修定帮助你扎三根 扎三根也能帮助你得定 因戒生定 因戒生定 因戒开会 如果得了定了 那个戒叫定公戒 那么你三个根 绝对不会违反 如果开了智慧了 那就要到公戒了 那就更加殊胜 下面一个问题 扎三个根的修学期间 是否每天可以念 无量寿经 还是只念三个根的经典呢 最好每天都能念 无量寿经 三个根经典 也要念 每天最好能够念一遍 念的时候呢 是对照 反省 像现在用的 功过格就非常好 看过一遍 反省一遍 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来自天津的弟子 想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 我学佛几年 但我还是给 还是经常做噩梦 有时甚至被噩梦惊醒 因此 影响我的身体 生活 不知怎么办 我有时睡觉时 或是半梦半醒时 感觉有动物 或无行动 众生啊 压在我身上 我很恐惧 事情发生后 会头晕一天 因此很烦恼 望定红法师 教导我怎样化解 我妈妈去世以后 将近一年了 但是我 经常 我妈妈经常托梦 并放心不下 因为我妈生前很善良 我们全家都很想她 爱她 妈妈不是 妈妈是不是能去好地方呢 我们全家孝敬她 我妈生前 也很幸福 是不是能去高的地方 这个做噩梦啊 是前生 今世 有恶业啊 这个阴影啊 所以 在梦中 阿拉野史里的 恶业种子现行 得到噩梦的果报 那么 这种情形 你就需要 修忏悔法 忏悔 自己 内心深处 坦诚 痴 慢 疑 这些烦恼 因为呀 凡是恶业 都是因为这些 内因造成的 内有烦恼 外有缘 一促进呢 就会形成果报 梦境也是果报 所以像您这样 我就劝您呢 认真的修 忏悔改过法 学习 袁了凡先生 用功过格来修学 学习 胡晓玲老师 认真 忏悔 每天对照三个根 来反省 特别是心地 如果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利 还有五欲六成 还有贪嗔 芝麻 要把它 颤出干净 噩梦就没有了 那平常呢 建立念佛的习惯 常常念阿弥陀佛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就起阿弥陀佛的符号 念习惯了 在噩梦里面呢 你只要一念佛 立刻就梦醒 当即解脱 那么遇到晚上 这个被无形众生啊 压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情形很多人有 那都是自己的 这些有缘众生 那我们呢 那个时候啊 不要恐惧 只要念佛 马上就解开了 那么你妈妈常常给你托梦 肯定是有求于你 知道你现在学佛了 希望你能帮助她 帮她的超度 怎么超度呢 最殊胜的方法 就是念佛 像地藏经里面 婆罗门女 超度她母亲一样 那婆罗门女 做两桩事情 超度她母亲 从地狱 超到这个道理天上去 做哪两桩事情呢 一个是修大供养 经上记载 她把自己的家产 全部变卖掉 全部用来支持 佛陀教育事业 她这个是供养 当时 绝华定自在亡 如来 塔寺 塔寺呢 就是推动佛陀教育的学校 那个时候是相法时代 相法时代 佛法 讲经教学的风气 还很盛 所以她去布施供养 支持教育 第二个呢 她念佛 念到一心不烂 所以 神通能力现前了 她能够到地狱里面 去度众生 她妈妈就 因此 而超生到 天上去了 不仅她妈妈超生 跟她妈妈在一起的 那些有缘的地狱众生 全都超度 那么 婆罗门女之所以能成功 她心是至小 一心就想救她母亲 没有第二个念头 所以有这么大的效果 那真是至诚 这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从这里我们去体会 地藏王菩萨前生 就是她因地上的 修行的时候 做婆罗门女 婆罗门女还是凡夫 你看她是怎样尽孝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是初学 很相信您讲的佛法 对您很有信心 但是不知怎样 才能持之以恒地学习 怎样才能打开 对佛法的信心大门 这个 昨天我有回答你 这个问题 今天简单再提一提 这个持之以恒 最关键的 你要得到法喜 要得到法喜 开头的时候 要努力 要精进 你才能够体验到 佛法的利益 佛法是人生最高享受 你要真享受到 你就不会退转 那么信心 必须要建立在明理的基础上 道理越明白 信心越足 佛法 佛法讲的是宇宙人生真相 他这个里面没有任何迷信 如果是迷信 就不可能长久 一定要明理之后建立正信 然后呢 在正信的基础上 要一教奉行 要真干 通过真干 你就能实证 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 这不是只是 学个常识 而真正你能够入这个境界了 这样实证 便能够真信 正信到真信 又是提升一个境界了 为什么能真信呢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境界了 在正信的时候呢 那都是佛的境界 我只相信佛 他讲的很有道理 也符合逻辑 我能相信 但是你还没入境界 那不能叫真信 好 再看网络同修的提问 请教 现世女转男生的方法 这个现世要女转男生 在佛法里面 总要等到你 灵命中时 你现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 到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你 那个时候你就女转男生 不是我们的形体转 是你呢 把这个臭皮囊放下了 把这个形体不要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转成金刚不坏神 菩萨神 换了一个身体 可千万 这个不要急于秋长 你要功夫成就了 自然转 那你要想在灵命中之前 就能转呢 那你要勇猛精进的念佛 念到事一心不乱 你就有能力转 事一心不乱呢 你就有神祖童 你就会变化 那你就可以变成男神 你的功夫 境界相当于阿罗汉 阿罗汉能变化 可千万不要啊 为了女转男生 现在去做那个变性手术 那就麻烦了 那就心外求法 业障就变得很重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念佛时 数着数字如不如法 就是念佛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这样念 如果不数数呢 弟子念不下去 可见业障很重 请开始 如果你实在念不下去 你也可以数数 先用数数来设心 慢慢的把那个数字放下 这是一种善巧方便 那我自己呢 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参考 这祖师大德 好像没这么说 都是自己在念佛的时候 摸索出来的 我自己呢 在和掌念的时候 我这个手指动弹 轻微动弹一下 用它来计数 你比如说我这个 五个指头 我自己动一下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然后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是吧 这个手指自己动弹 来数这数 就不用啊 再花很多的心力 去数那个数字 就是你这个念头呢 跟着手指走 集中精力 把这个佛号念好 这是一种啊 方便 反正能射心就好 但是呢 这是初学是这样 功夫用久了 这些都要放下 就让这句佛号 在心里啊 敬念相继 这才能够纯熟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欢喜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请问 弟子临终时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可以往生吗 往生时观音菩萨接引去西方 还是三圣来接引去西方 你专念观音菩萨也能往生 只要念到心清净 就能往生 因为心净则佛土净 不仅说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往生 你念其他的 念秘咒 念经典 能念到心清净了 你只要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样也能往生 这在无量寿经第24品里面 到三倍往生之后 有一心三倍 是专讲修其他法门的人 他们呢 只要能够求生净土 用他们的修行的功德回向 也一样能往生 所以 净土法门这是广大法门 什么样的法门的修行人 都能够接引 都能够射受 关键是 你心一定要专 专才能得清净心 不要有怀疑 你要有怀疑 我念观音菩萨 到时观世音菩萨不来怎么办 那你这个怀疑呢 就不好了 当然 你要真有怀疑 那就倒不如就直接念阿弥陀佛了 念那种啊 你没有怀疑的就好 有怀疑的 你就不要去念了 你要往生西方 那最直接了当 就是念阿弥陀佛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灭度后 由观音菩萨来厚补 观音菩萨灭度后 由大势智菩萨来厚补 请问大势智菩萨灭度后呢 哪位菩萨来厚补啊 哎呦 这个问题啊 你就问的这个太长远了 因为都是无量节又无量节之后的事情 我还真没关心过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等大势智菩萨都灭度了 我们都不知成佛多少多少节了 因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无量寿啊 这是有量的无量 有量的无量都要到灭度的时候 才有观音菩萨成佛 这是已经不可思议啊 不是凡夫可以能够测度出来的那个世界 而且极乐世界不会灭 虽然阿弥陀佛 事先 涅槃了 但是极乐世界的即刻有观世音菩萨继承 所以你不要担心啊 说我到了期望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已经灭度了 怎么办 极乐世界没了 那不是 观世音菩萨接任 由他来继承 观世音菩萨呢 他那个寿命又无量节 对阿弥陀佛来讲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是无量寿 然后再到大师之 大师之也是无量寿 那至于什么时候在后补 这个经上没说 因为太长远了 问这个问题 似乎没什么意义了 你要真想了解 你到西方去问阿弥陀佛 问大师之菩萨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问题 我在家里供的是地藏菩萨 如果念佛 是念地藏菩萨名号呢 还是念阿弥陀佛名号 如果想往生极乐世界 是不是需要供阿弥陀佛 你供地藏菩萨 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这个没有矛盾 地藏菩萨绝对不会 心量很小 只欢喜你念他 念别的他就不高兴 不会的 你念阿弥陀佛 他实在讲更高兴 他会全心全力护持你 那么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当然最好是供阿弥陀佛 你可以天天看着佛像 便于你观想 便于你设心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今年35岁 目前在德国 我从2006年在德国接触佛法以来 一直诚心 跟随老法师学佛 并深感 同老法师缘分十分殊胜 因此学佛进步也比较快 故而我对人世间很多事情看得很大 同时也通过听老法师的教诲 认识到真正的念佛在生活 重在落实 因此我抱着随缘的心 努力完成世间任务 尽可能的经济上照顾父母 因为搁得很远 并希望在完成 效仰父母任务之后 就是父母往生之后 能全心投入佛法当中 因为我的父母送我出国留学不容易 家庭条件一般 固然希望我好好的走世间路 但对我的佛学 并不是很赞成 尤其我吃素这个事情 可谓是多次劝阻 自从学佛以来 我已坚持吃素五年 由于正努力修凡横 固然对男女家庭没有欲望 本来个人以为这是好事 可是呢 面对父母的期盼 又提不起勇气 告诉他们我的决定 怕伤他们的心 我很难过 深深体会到 九品莲花为父母 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也领悟到人世间 哪怕最真挚的父母之外 也是有条件的 但既然现在为人生 就要尽孝 可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冲突不断 父母希望我最好在海外 建立事业又家庭 而我却希望回到父母身边照顾 毕竟年纪大了 至于家庭根本就不打算 可是目前德国工作也没着落 可谓人生进入死角 各种矛盾逼着我很急 请指点迷津 在海外流血 工作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 父母对佛法不太了解 对我们的人生选择 也并不太赞成 这也是为人子女 很大的忧虑 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虽然我母亲支持我学佛 但是我父亲原来呢 对我很多的这些决定都不能够理解的 当然现在已经完全接受 完全理解了 但是至少也是十年以后的事情 第一个十年是很不容易过 第二个十年 他慢慢才能转 那么 真正修道人 一切都返求诸己 我们自己要努力的修学 小业障 增福慧 以此功德化解 父母他们的这些 这个业障 他们也是有业障 不理解佛法 这就是业障 那么我们不能急于求长 还是要用他们能 这个理解和接受的方式 多去给他们尽效 我指的是 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 给他们多寄点钱 买一点好的东西 特别是你自己 要认真的学习和工作 要报答父母 但是呢 至于成家的问题 我也很赞叹和敬佩 您能够觉知 不成家 舍家弃欲 这样呢 对自己往生净土 确实会有方便 至少你以后脱垒会少 障缘会少 另外你学佛 你心也比较赚 不会太多的 这种家庭上的琐事 来障碍你 那么这个呢 需要很善巧的 跟父母 先拖着 那我当时也遇到这种困境 我父亲 我的爷爷奶奶 差不多每次见到我 都劝我 赶快成家 爷爷想抱孙子 抱这个 这个 曾孙 父亲想抱孙子 这个时候 正是考验自己定力的时候 不论在什么境界 我们都坚持自己的志向 这就是考验了 那我们也不必跟他们对立 你就在那里 答应着 这个 说现在也不是不想找 找不到 可遇不可求 别着急 我当时 跟我父亲也讲 大丈夫何患无期 怕是怕自己没本事 不是说怕找不到太太 所以现在要把 精力 时间都投入到 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事业上 你看你父母也想你 建立事业 那你就好好去干 那么 找到 找不找得到好工作 这是个人福报问题 有前世修来的 也有今生修来的 如果你没修 当然 你想要这个福报 也不行 必须你要认真地修福 修福最大的福呢 就是 护齿 弘扬正法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 所以不施 佛法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 自己啊 听经 觉悟了 应该啊 尽量的 向有缘的众生 去介绍 推荐 正法 我记得我以前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还是学生吗 没钱 但是呢 我能发心 每个礼拜天 着急 大概 七八个同学 我呢 拿点钱呢 买点饮料啊 买点小吃啊 请他们来 大家一起呢 搞一个佛法研讨会 先看一段 我们师父上人的录像 当时还是录像带 还没有光点 然后呢 围绕师父老人家 讲的这个内容 我们展开 研讨 提出问题 那多半呢 是我来给大家解答 因为我学佛 都比他们要深入一些 所以 很多这些 同学啊 从我们的研讨会里 出去的 以后都在学佛 所以 这就是 我们能做到的 只是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至少 我们有这个心 要去做 下面一个问题 对 讲到这个 后来我到澳洲 我带着两个博士生 我在昆斯兰大学 教书的时候 有两个博士生呢 是从大陆来的 他们呢 没有接触佛房 可是呢 看到我呀 这个走过来的路 他们也很羡慕 很想 跟我一样 博士毕业以后 在大学里教书 因为这个工作 也很体面 那我就 跟他们讲 我说啊 一个人的福报 是 全生修的 可是这一生呢 也能够改变 只要你呀 认真地修就行 我介绍他 学习两番私讯 那么他们俩呢 学的都比较认真 因为他们是 有所求嘛 然后呢 我就后来鼓励他们 协助我呢 来 流通法宝 我在昆斯兰大学 举办过几次 佛法的 讲座会 有是我讲的 有的是啊 请物行法师啊 这个金融学院的 法师来讲 后来呢 我就干脆在昆斯兰大学 建立了一个 佛陀教育学会 啊 因为 学的同学 多了 啊 大家都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建一个学会 每个礼拜 都有一次固定的讲座 由我出钱 给大家买 午餐 午餐 一般是吃那个 披萨饼 啊 喝着饮料 或者是吃晚餐 啊 反正上完课之后 总可以吃一顿 哎 那么我建立了这个 学生社团呢 我就请这个两个学生啊 当会长 啊 和副会长 他们俩呢 主要是由他们来做 这种 这个 护士的工作 因为是学生社团 所以我让学生来 承担 他们也很用心 这修辅啊 啊 修辅就得辅 果然呢 他们后来 顺利的博士毕业了 而且都找到好工作 一个呢 是在格里菲斯大学 当讲师 一个是在 昆斯兰理工大学 当讲师 真的他们如愿以赢 而且呢 毕业以后嘛 发表的论文也 很不少 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面呢 也都属于啊 很优秀 这都是啊 他要修福 才能得福 这个月底呢 我要跟师父老人家 回一趟澳洲 他们 这个还没有见到我 出家时候的样子 还有以前 昆斯兰大学这些同学 还没见过我出家的样子 所以他们也很欢喜 要邀请我 在大学里面呢 讲一堂课 我就要给他们讲 佛法的人生智慧 鼓励他们 好好学佛 好好做人 好 我们再看下面问题 面对2012的灾难 老法师开示 学佛人要在明年年底达到自在往生 净土 这无疑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可我现在念佛还是妄念纷飞 生活中依然习气做主 尽管知道应该放下烦恼 放下身心世界 但境界线前还是习气牵着走 每次忏悔之后又再次造作 很是苦恼 而现在我自己还带着一个刚几个月大的孩子 白天几乎没时间专心念佛 虽说可以在做家务和带孩子的同时念佛 可是我会因为这些事而将佛号忘了 等到想起来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段空闲的时间专心念佛 晚上孩子睡觉了 我可以有时间念佛 可是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很烦 有时很烦恼 面对2012 我总感觉到没有把握 还有一年的时间 念佛人每天最低应念佛多少时间为宜呢 我想努力去完成它 所以请法师依我的情况 帮我定一个学习计划 我可以减少睡眠 以期达到这样一个功课 还有现在我可以完全不听经只念佛吗 像您这个情况必须要听经 因为什么呢 妄念多 原因就是没放下 为什么没放下 因为你还没看破 没看破才不能放下 看破了你肯定能放下 所以你平常的妄念呢 那就是你没放下的那些想法 他就在念佛的时候出来了 那你要想看破 必须要多 必须要多听经 明白道理才叫看破 知道这个时间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都是假的 人走的时候一样都带不走 你为什么不放下呢 所以听经 我觉得你现在是比念佛更重要 你要觉得平常边做家务 边念佛 佛号提不起来 那我就劝你 边做家务边听经 那这是个好方法 你可以放着一个小喇叭 现在都 这些仪器也都很方便 有MP4的记忆 MP3的记忆 有MP3的小喇叭 都可以拿来听经 放着光碟在家里 不仅是自己听 孩子也听 别看他才几个月 他也能种上根 那一天如果你能够听个八个小时经 听经 这额外时间 你去念佛 那么如果你时间很紧 甚至定课的没办法做 也不要紧 你就什么时候想起来 什么时候就念佛 念佛尽量的越多越好 那么如果有时间做早晚课 你的早晚课可以专门是拜佛 早上一百拜 晚上一百拜 一百拜也就是半个小时 然后念个回向记 就可以了 如果再有时间 那你就多念一部无量手经 所以现在听经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了 下面一个问题 听老法师开示 灾难中有贡业有别业 我当然很希望自己能够往生净土 若是没能控制自己的烦恼 不能往生 那怎样修别业 才能让自己在灾难中能够幸免 用剩下的生命念佛求生净土呢 我觉得你这个不需要有这样想法 所谓供业中的别业 就是你能够自己断恶修缮 你一心念佛 这就是你的别业 你跟别人不同的 别人是照贪承迟慢 杀盗淫妄 所以灾难中都会被收走了 那你呢 还能够断恶修缮念佛 那你就能够有别业 但是我觉得 最好的心态 就是不要想着 我还要留下来 待多久 我就没有这个想法 我想如果真的灾难来了 最好我是第一个走的 我念着阿弥陀佛 给大家做个样子也好 阿弥陀佛来接我就走了 当然 这个是我们这样希望 也不能强求 最后还是阿弥陀佛安排 可是呢 你问我想不想留在世间 我决定不想留在世间 那你看您的这样的问题 估计你还想留在世间 还想幸免于难 那现在不能走 能保证你灾难过后 再念佛能走吗 你现在不能放下 你灾难之后就一定能放下吗 这很难说呀 生生世世 搞轮回 就是因为不肯放下 不肯当下 艳离缩脱 心求极乐 总是拖着 以后再来吧 这不行啊 那现在念佛 没办法控制烦恼 怎么办 你不要害怕 控制烦恼的能力 那是你的功夫问题 关键问题在什么呢 你要真信 真发愿 求生净土 欧益大师讲得好 往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 我问问自己 到底是不是真心 是不是真愿意去 你要在这上面下功夫 所以听经啊 就是帮助你增长信愿 那么信愿增长了 其实烦恼 你不用想着去控制 自然就少了 具足信愿的时候 烦恼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烦恼不要想去 怎么控制他 不要理会他 专注在自己啊 念佛 多听经这个修行上 所以这个 当然过失 知道自己错 尽量去改 改了 当然不是 一次就能改得了的 可能还会反复 反复怎么办呢 再痛下去 心感 求佛力加持 你看 这个 深入精教 用熏悉的力量 去化解 烦恼的力量 肯定会越来越烦恼清智会长 下面一个问题 我有两个户口是违法的 没有学佛之前还很得意 因为两个户口都发钱给村民 就会得到两份 现在知道错了 我让爸爸取消一个 但是他很生气 很不理解 每次都很不愉快 我的这个非法户口 总共发了两万元 今年我把这笔钱用作放生 和慈善的捐助 我丈夫对这笔钱虽然很在意 但是他为了成全我的想法 就随顺我 同意我捐出去 但是他内心还是很执着的 我是不是应该随顺他的意思 不捐出去呢 可是我认为这是偷盗得来的 不应该独享 请法师开示 我怎么办才好 我的父母知道我捐钱 很生气 我应该随顺他们吗 如果他们怕我捐款 将来几年发的钱不给我了 那他们不就犯了道歉吗 我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又得到村里发的钱 是不精彩 我姐姐买房可以借给她吗 这样用这样的钱 是不是不可以供养三宝呢 这个呢 我觉得呢 过去呀 做错的事情 那现在呢 家人又障碍着 不让你去修正 那么只好随顺 如果家里人 像你这样的丈夫 能同意你捐款 那最好能够捐 然后回向给这些家里的亲人 让他们能够破迷开悟 所以最好是做法布式 得智慧 那么你自己呢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处处做好样子 对家里人一定要有爱心 关怀他们 帮助他们 跟家里人关系 要处理 很和谐 那么家里人 对你才是个欢喜 由于他们敬佩你 喜欢你 那你的决定 他们就容易随顺 这个处理 总是要有智慧 那么至于说 这个 这不敬才的问题 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现在呢 这笔钱 拿来做好事 肯定是好的 供养三宝也可以 如果你不供养三宝 那你拿去造业吗 那不是更麻烦吗 供养三宝 我们呢 不求有什么功德 只求什么呢 希望自己消一消罪业吧 这样的念头就好 无求的心 反而 会有功德 那么你好事 你就去做 做了之后 你可以呢 善巧 跟父母讲 说我这个 修这个功德 专门为你来做 你们会有功德 你们得平安 得健康成熟 人呢 最重要的福报 就是健康 如果有钱 而没有健康 那也是一样痛苦啊 那个钱得来也没什么意义 你把这些道理跟父母讲一讲 只要你诚恳 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接受的 下面一个问题 我每天念佛读经 或在或在做其他事的时候 脑海中经常会对佛菩萨 或老法师出现一些肮脏的字眼 或一些不恭敬的场景 有时甚至会有淫念出现 我很害怕 努力克制这种意念 但是会更加重 我很苦恼 不想造作这么重的罪业 可是总是无法克制 怎么办呢 这是过去生中 造作的地狱罪业 那个习气 我们知道这个 这种恶念呢 必须要深刻的忏悔 要再一有这个念头起来 立刻呢 在佛像之前 跪下来 合掌大声念佛 或者是随时随地 念大声的念佛 把这些恶念冲掉 不能让他相许 那平常要多加忏悔 特别是这个 以孽 无始节来我们众生 沉迷在六道里面 就是因为 这个淫欲心 害了我们 造 五逆十恶 重罪 堕地狱 这个淫念 这个淫念是最会祸首之一 一定要把它舍利 那么平常 你可以呢 读一读 读多一些因果报应的故事 对因果的印象深刻了 念头一动 自然你就 有那个 警惕心 不敢 让恶念相许 那最好的方法 还是要多听经 多听经 多念佛 熏悉佛法 这个在阿拉野世里的 佛法的种子多了 力量强了 那个恶业种子 自然就不起来了 下面第五个问题 我念佛时 喜欢绕佛 累了 就坐下来休息 不喜欢拜佛 我可以不拜佛 只绕佛吗 这样可以往生吗 往生与否 不是看你有没有拜佛 是看你有没有信愿 这个是很重要的 欧义大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那么拜佛呢 确实有好处 帮助你 修业障 像您刚才讲到 那都是很重的业障 多拜佛 可以帮助你 下面第六个问题 我没有时间 每天读无量寿经 但每天都有读阿弥陀经 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可以 那么阿弥陀经呢 最好多读几遍 因为它太短了 那十分钟也就能读完了 所以一天如果能够读个 十遍八遍 那是最好的 下面一个问题 放下五遇 在具体事项上该怎么做呢 放下对身体的执着 在事项上应该怎么做呢 放下对人事物的执着 在事项上该怎么做呢 在事项上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要收敛自己 这个欲望 尽量的减少 享受 生活过得越清淡 越简朴 越好 比如说 财 色 明时碎 这无欲 财上 别多不失 不贪取 这个色上 一定要断绝 这个男女 非分的 这些念头 这个明 我们 不求明 要学谦卑 要学低调 食 我们尽量减少 这个 那种所谓的 太丰厚的营养品 这个 没有必要 吃的简单 吃的要少 睡呢 也尽量的要少 早起早睡 早睡呢 最好不要 超过 十点 以后睡 早起呢 尽量的 早点 是吧 如果能够三点 四点起来 就可以做个 做很好的早课 一天的睡眠 六个小时 就足够 那么 这事项上 真的去做 对人 是否有 执着 就要练着 放下 一开始 是刻意 要放下 慢慢的 你就习惯了 第八个 忏悔后 忏悔是后不再造 但每天 事项上 该如何 反省 改过呢 事项上 最好是用 三个根 的经文 每天 做 功过 隔阳 天天 对照 一条条 反省 如果 违反了 三个根 那么就要 认真的 忏悔 改过 后不再造 第九 我的邻居家孩子 每天都来我家 有时几乎来十几次 我们一起住了五六年 可是他们呢 这个 他们打扰了 已经三年了 我一直都忍耐着 尽量不说什么 可是现在 我有了小孩 他还是一如既往 严重影响了 我和孩子的生活 所以 现在我就故意出去 让他找不到我 不过我会 留张纸条 贴在门上 告诉他 我不在家 不过我想 他一定会很失望 但是我真的很烦躁了 我知道我该修忍辱 很难受 法师 我这样躲着他 是不是不慈悲 该如何调整 自己的心态呢 确实 不太慈悲了 这毕竟是孩子 孩子来找你 肯定是跟你有缘 你何不 趁这个机会 给他讲讲因果的故事 给他讲讲佛法 说说道理 让他好好做人 孝涕忠性 礼仪廉耻 法老法师讲的经 把我们这些 传统文化老师 讲的课程 你给他 也讲一讲 你懂多少 就讲多少 不懂呢 你可以 跟他一起看光盘 这不很好吗 成为法卷术 千万不要 对任何的众生 生烦躁 烦念 这样的心呢 跟佛心不相应 佛事门中 是不舍一人 佛是无限的慈悲 我们要学佛 下面一个问题 过年 过节时 我会送一些 海产品给长辈 或是 请客送礼 都会有些 做得非常细致的 肉食给人 现在呢 可能习俗就是这样 因为法师 请问呢 我可以这么做吗 我奶奶很爱吃肉 也很爱吃肉饺子 这是众生肉 还是不吃好 但是她又特别爱吃 如果奶奶没有要求我 做这些东西 给她吃的话 我以为 我可以呢 为迎合她的口味 主动做给她吃吗 可以 为什么呢 让她生欢喜心 为了度她 反正她放不下吃肉吗 那你呢 可以找些三斤肉 给她做 做得要好吃 让她吃了 生欢喜心 然后你呀 给她讲几句佛法 劝劝她 跟她讲解念佛往生的故事 这些往生的真实案例 因为她欢喜 她就容易接受 这是正好 你能够度家人的好机会 可千万不能错过 下面 它总共18个问题 现在第11个问题 我学佛之前就不胖 但那时家人 没有在意我胖瘦 学佛之后 不吃肉了 也没有瘦 这是家人就开始 说我没有营养 我和他们讲素食的好处 但没人相信 生了孩子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很快就瘦了 检查出身体 缺乏微量元素 家人就开始说 我不吃肉 才会这样 学佛人可以吃三斤肉 你为什么不吃 我弟媳说 他老家呢 有两个人学佛 也越来越瘦 我跟他们讲 这跟学佛没关系 可是他们就认为是这样 法师 我使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 使他们不敢学佛 是不是断了人 法生会命呢 我该怎么办 是啊 这个 没有做出好样子来 确实有过失 学佛弟子啊 是应该处处做好样子 身体也要很精神 不胖不瘦 给人呢 看了之后 自然生信心 那么 你的这个瘦下来的情况 我估计啊 很可能还是跟你妄想太多有关 另外也可能啊 睡眠不好 这都是导致瘦的原因 反倒跟吃的关系不大 那么你要想再补一补营养 现在素食里也很多营养 斗质品里头很多 还有坚果类的 这些呢 都可以摄取一些 但关键是 你要好好修自己的清净心 慈悲心 心要厚道 心量要大 自然人的 他自然就有一种啊 雍容 这个 宽厚的 这么一个气息出来 那么身体啊 也会越来越好 下面第十二个问题 我奶奶总是给我一些 放的时间很长 有些异味的点心 我怕不要 他就会生气 所以就收下了 勉强吃下去也行 但是时间很长了 我不想吃了 所以有一次我就给鸡吃了 这次奶奶又给我拿些点心 我如果每次都扔掉 会不会对奶奶不恭敬呢 我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请您开始 这样一定要智慧 用智慧去静笑 你看笑经上讲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时也 如果你身体搞坏了 那你就不笑 所以你奶奶呢 她给你这些点心呢 如果是坏了 有异味了 那我们呢 也要接受 欢欢喜喜接受 不能嫌弃 会让老人家伤心的 接受以后呢 我们就拿回家 可以喂畜生 也可以跟他们打个 跟奶奶打一个方便忘语 说我们大家都吃了 这样也可以 不让老人家难过 但是呢 让自己身体啊 不会因此而 这个受损害 这才是真正对她 会尽效 第十三个问题 家人还吃肉 但有时我们出门了 不在家的时候呢 这些肉食放久了 会坏的 那这些东西 为了避免浪费 我应该吃吗 还是应该扔掉 你可以去供养众生 如果家里养了畜生啊 都可以供养给他们 下面第十四个问题 我学佛以来 一直也没有到佛堂 或者寺庙寿三规 因为离家远 不方便 可我看过老法师 关于三规传授的光盘 并跟着做 请问法师 我这样做可以吗 算授了三规吗 如果一直未授三规 念佛可以往生吗 三规啊 关键你要明白它的意义 规一佛 是绝而不迷 规一法 是正而不邪 规一生 是静而不然 这是真正的三规 至于说这个仪式 随缘 有缘可以去做一个 没有缘呢 就不勉强 真正学佛 一教奉行 那你就是啊 佛的真实弟子 没有受过三规一的仪式 佛也能给你承认 你一样也能够往生 你一样也能开悟 也能证过 当年六祖慧能大师 他跑到黄梅五祖那里 他也是没受三规啊 原来根本没学过佛呀 没听过经啊 偶然之间砍财 挑财去卖 路过一个人窗下 听到人家念金刚经 听了半步 觉得很欢喜 于是就去找五祖 五祖啊 八个月之后 就传法给他 他大车大务 做祖师了 你看 那个时候 他没有三规 没有受戒 没有出家 从这里就看到啊 佛法众师之 不重行事啊 所以每受三规一啊 做祖师都可以啊 开悟正果都可以啊 那往生当然也可以啊 关键是你心 真正规矣了 规到自信绝正境 这上来了 下面第十五个问题 以前我到念佛堂 看到许多佛书 就非常喜欢 跟念 跟佛堂的管事说 请了 请回了很多 佛书 善书 又看到精美佛卡 因为拿了太多的书 有点不好意思 再说了 我就没怎么说啊 就拿回几张佛卡 可是自己总寻思会不会犯了道歉呢 请法师开始 如果那些书啊 佛卡呀 本来就是啊 用来结缘 放在那流通处的 你就不必再每次去请示了 他已经是放在那里 公开的欢迎取悦 欢迎塑药 那你请回去都没问题的 你就不用说了 那如果是他那个本来不是用来流通的 属于到场的东西 那么你就应该说 向他请 他同意了 你就可以拿 不同意就不能拿 第十六个问题 我打坐念佛时 从头到身体会不由自主的 非常有规律的 上下左右前后摇摆不停 自己不能控制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他不妨碍你念佛 你就随他去 也不必也太在意 也可能是念佛打坐的心清静了 他身体啊 自然做一种调整 他只要不影响你念佛 那么你就无所谓 第十七个问题 我看到网生传上写着 有个女人念佛欲知实至 自在网生后 留下两个小孩 无人照顾 她一定可以想 什么时候网生都可以 为什么不先照顾自己两个孩子 长大成人呢 她能生净土一定很善良 为什么要撇下孩子就走了呢 打比方说 我有一天能够自在网生的话 当然现在是一点修行功夫也没有 我的孩子还是个婴儿 那我自己往生呢 还是留下来照顾孩子长大呢 我不明白请法师开始 你问这个问题呢 可见得你是没放下 所以你现在你肯定是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都不肯走 所以阿弥陀佛也不会来 这就是你对孩子的情指 阿弥陀佛也能随顺 只好等到你把孩子都养大了 自己也老了 灵命中的时候了 真的什么都可以不牵挂了 阿弥陀佛再来 怕就怕在啊 你那个牵挂到老都不肯放下 那这一生就完了 所以啊 人家这个网生传里面的这位善女人 他真放下了 他是不是啊 对孩子不慈悲呢 不是 因为他明了 他现在往生西方 马上能乘愿再来 这个时候照顾孩子 比现在他照顾孩子 要好一万倍都不止啊 乘愿再来的时候 就是阿弥陀佛菩萨了 现在你还是凡腐啊 怎么能比呢 不仅是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生生世世 乃至今生 一切家亲眷属 都要用这个心态 我要念佛往生了 我冲运再来 才能真正照顾他们 现在确切实实 力量太单薄了 所以真正慈悲 必须要有智慧 你放下 才是对他们真正慈悲 不肯放下 只是情指作用 那他们 到底能夺到你多少好处呢 也未必得到很多 肯定不如你称赢再来的时候 帮助他大 所以我现在 我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我出家了 我现在念佛求往生了 阿弥陀佛来接的时候 一定啊 一切放下求往生 不能想着 哎呀我父母怎么办了 这个还有很多人 需要我去度啊 怎么办呢 这些都是障碍自己往上的 往念 不是事实真相 你要真想帮助他们 最快速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先往上极乐世界 第十八个问题 我家里有很多佛书 还有佛像 现在我也没时间看了 一直放在处理很长时间 听你讲过 佛法不宜收藏 应该结缘 如果再这样囤积下去 恐怕我会遭愚痴果报 我身边的人对学佛也不感兴趣 我想再将这些书请回念佛堂 可以吗 可以 这个书啊 自己要是不看 应该拿去流通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多利益一些众生 好 下面一位同修 说道 我身体多病 虚弱 还犯了堕胎的大罪 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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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不知严重性 后来身体日益憔悴 全身疼痛 非常痛苦 打针输液 不见一点效果 所以就不打针吃药了 在2005年 一个特殊的缘分 接触了佛法 听到大悲咒 走进了佛门 就天天听大悲咒 感应很大 之前身体很虚弱 听了大悲咒 心情舒畅 身体安逸 在2006年 梦到穿白衣的老大爷 笑笑的来到我身边 手拿着针给我治病 正要扎我的时候 我忙喊 大爷别扎我 大爷还是慈祥的笑了笑 没说话 就向我的印堂上扎了一针 划了一刀 血顺着鼻子流了下来 我就惊醒了 这一天起 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好 当时不知道梦中的大爷是谁 也没见过 后来结缘了老法师的光盘 才恍然大悟 这不是我梦里给我治病的大爷吗 阿弥陀佛 老法师慈悲救我 后来又接触了地藏经 感应也很大 受益不少 后来还梦到 佛说承受灭罪 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和佛说十善夜道经 我不知道这两部经书 我不知道有这两部经书 梦到后就苍印了各三千册 放到寺院流通 我天天做哪些功课 请给我开示 梦到这两部书 是要我天天持送吗 请慈悲开示 后来还梦到了卢台长 刘素云老师 心情很激动 弟子学识浅薄 悟不出其中的道理 不知该从哪里开始 请慈悲开示 这都是感应 你梦到了师父老人家 那时候你还没见到他 就梦到他了 这明明跟他很有缘分 你就要多听他的经教 这都是佛菩萨 给你做视线的 那么听经教 现在最好是跟着师父老人家 最新的这些光盘 师父今年刚讲完的 净土大经节纪演绎 要认真看 以现在阶段 以听经为主 那平常多念佛 读经呢 最好就读无量寿经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其他的经教呢 可以暂时放下 你梦到了 这个像 这个 佛说常寿灭罪 护诸童子 陀罗尼经 这是你之前 曾经啊 堕过胎 这过经是讲 堕胎啊 有什么果报 劝人不要堕胎 那这也是 你业障消除的一个感应 那十善业道经呢 也只是 启示你啊 要断恶修善 这都是扎根的经 做一个善女人 然后你念佛 求生净土 就很顺利了 不是说让你要持送 这两步经 是让你真正 这个断恶修善 那扎好根 可以每天呢 用三个根呢 来做功果歌 那么你所梦到的人 都是跟你有缘的人 有机会啊 你可以多听听 刘苏云老师讲课 那至于说你讲的卢台长 我不认识 不熟悉 那么实在讲呢 听也不要听很多 专听我们师父老人家讲 或者是师父 鉴定过的 允许的 这些老师 他们的课程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你都听不完了 好 再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报纸 或者是广告纸 坐 屁股底下 算饭过失吗 报纸可否用来包东西 最好都不要 确实这都是 对字纸不够恭敬 如果实在要电作 或者是包东西 拿那些没有字的纸 比较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叫 我是陕西汉中人 今年五月 因为已经 35了 至今未婚 去找了三个当地很有名的通灵人给我看 结果都说我是佛门中人 是戴先弟子 菩萨培养的弟子 还说我手上长了尊佛像和观世音像 还说我以前有些事都很准 我若是不结婚对不起父母 结婚菩萨又阻挡 除非我能找到一个和我同修的人才行 可是呢 在我老家都没有和我年纪相仿的同修人 我有时真想出家算了 可又放不下父母 自己有时又觉得结婚没意思 您说这是真的吗 我很迷茫 该怎么办 我劝你呢 这些呢 念头啊都暂时先放下 何去何从 现在也想不明白 就放下 怎么办呢 你可以多听啊 我们师父老人家的经教 这个把道理先听明白 那你出家也好 在家也好 那修行啊 都能够走上正轨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墨学有一个苦恼 一直以来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这个苦恼呢 是我曾经发愿 念一千部地藏经 做善事一万件来改变命运 但是听净空老法师讲 大经解开示 直到2012年会有灾难 弟子想好好学习净土法门 最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把地藏经换成无量寿经 是否如法 我念 我地藏经已经念了两百遍了 以前无量寿经也念过一百多遍 现在要 如果能够啊 专修净土法门 是最好的 可以把地藏经换成无量寿经 因为无量寿经 专修 这是净土地经 你曾经发的愿 可以继续 比如说你做善事一万件 可以继续做 这属于啊 修净土的柱行 断恶修善 积功累德 这是柱行 正行呢 是信悦念佛 那么以前发愿是读地藏经一千步 如果你还没满 也可以把它换成 无量寿经 那无量寿经跟地藏经分量差不多 所以呢 你也可以发愿呢 读一千步无量寿经 那实际上最好是读三千步 这是师父老人家早年呢 给大家开出来的功课 初学的人先把三千步无量寿经读下来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的心灵痛苦迷茫 不知何时才是个头 来到滚滚红尘中 找寻不到真我 望您开解 弟子的心结 这个心灵的迷茫痛苦啊 都是因为 对宇宙人生真相 迷失了 那么要破迷开悟 唯有啊 佛法 所以 滚滚红尘当中 你要真想找到真我 最好的方法 你就一门深入 来听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果然你能够一天听个四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 无量寿经 那你拿出一个月时间 专听 听经完了就念佛 再有时间可以读无量寿经 那你很快 什么心结都打开了 你真正能做到心开一节 呀 法喜充满 这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啊 能够让自己心安的一个好方法 好 下面 这是一个同修啊 从辽宁景州来的一封信 那是给师父上人的啊 转到我这里 他想问 弟子喜欢阿弥陀经 也发愿落实弘扬 无量寿经 两者之间有冲突吗 这个两部经啊 实际上是同步 只是大小本 分量不一样而已 它里面的一理 都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你发愿落实弘扬 无量寿经 那最好也就啊 这个专听 专学无量寿经 如果你喜欢阿弥陀经 当然也可以 那必须要读阿弥陀经要解 要想发愿弘扬啊 必须你要 把阿弥陀经要解啊 要听过 好几遍 你这个 对于这个净土的教理啊 才能够比较熟悉 才能讲得出来 那么两者之间 任选一步都可以 那么两个都要选呢 也可以 当然你这个时间经历 就会稍微分散一些 还不如选一步的好 下面第二个问题 落实无量寿经 从三规五戒中开始 可以吗 弟子明白 做到五戒 就是仁义 就是仁义理智信 落实无量寿经 确实应该从三规五戒开始 那么三规五戒 建立在啊 扎好三个根的基础上 就是把弟子规 太上感应篇 十善业道经都做到了 你三规五戒 就能够具足 所以三个根是基础 从这里落实很好 那么还有呢 平常多念佛 用念佛 修定 来帮助你扎根 帮助你吃戒 那心定了 这戒才能吃得好 第三个问题 弟子经常听您说 要入佛境界 怎么入 所谓入佛境界 就是转我们的心 我们现在用的是凡夫心 要转凡心为佛心 那凡心跟佛心 有什么区别呢 凡心呢 看一切众生 都是凡夫 佛心呢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 区别在这里 所以你要怎么转呢 你要学着 看你周遭的人 一切人 全是佛菩萨 一切事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所以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用一种感恩的心去接受 顺境里面 把持自己 不起贪爱 贪爱是烦恼 逆境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持住自己 不生惩惠 不起对立 不起冲突 你要起称惠了 那就是跟佛菩萨称惠 跟佛菩萨起对立冲突 这还了得 一开始是很难 习气吗 用烦心呢 用久了 现在要改成佛心 确实不容易 但是呢 慢慢改 平常每天都要有忏悔的时间 忏悔就是反省这条 我今天到底是用烦心多 还是用佛心多 我如果看哪个人还不顺眼 看哪个事情还不顺心 那你还用 还是用烦心呢 那就要忏悔 要改过自信 在境界上 要提起这个正念 要提得快 第一念是烦心 第二念立刻提起佛心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第四个问题 弟子听说 您给胡晓玲老师 及刘素云老师 都安排了任务 比如胡晓玲老师 是三年三千遍 无量寿经 弟子目前是大学生 大四了 就要毕业了 师父您能不能 给我也定个数 根据我的情况 给我个任务 可以啊 你也来一个三千遍 无量寿经 而且三年 需要把这个三个根 扎好 扎稳 天天都应该反省 检点自己 如果有违反三根的 那就要认真地改过 读无量寿经 是修定 扎根 那真正修行 那平常 要多听经 这个尤其是 师父老人家 讲无量寿经 像现在讲的 净土大经科著 应该天天都要听 即使不能够 追得上 每天一集都不露 那能够听几集 就听几集 反正不要让自己闲着 我过去当学生的时候 都是走路啊 这个做家 做事啊 煮饭啊 洗衣服啊 都挂着耳机听 把握住啊 这个平常的 点滴的时间 下面弟子用十念法 三三四来念 四字鸿鸣 是不是还要念六字鸿鸣 可以不需要 你就可以念四字 也行 弟子是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情感爱念 也是很正常的事 弟子目前喜欢上了 一个学佛的姐姐 比我大一点 可是她不喜欢我 弟子也求 阿弥陀佛加持我 但有时会有点 想她怎么办 这个呀 一定要放下 你既然真想学佛 那么就应该啊 法初世智 难得你这二十多岁 能接触佛法 这是你前世啊 有上根 学佛越早学越好 早学容易成就 你看很多祖师大德 他们开悟 都是二十多岁 三十岁以后的就很少 所以啊 现在这个正二十多岁的年纪 正是啊 用勇猛精进的 好时间 好时间 你有体力 有精力 你把这个体力 精力啊 都用在正道上 你会很有成就 如果呢 你搞这些世俗的事情 跟凡人一样 在凡人眼光里 是很正常 大家都搞轮回嘛 你也搞轮回 不是很正常吗 不搞轮回的 确实有点不正常 它是与众不同 所以你自己要立大志向 我这一生来这个世间 到底干什么来 以后将来要离开世间的时候 要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要想好 我记得我在 十八岁 那时候刚踏入佛门 我就发了个愿 说我这一生一定要做大护法人 护持正法 这个愿那时候发的 虽然还觉得很幼稚 那毕竟是一个真心发出来了 人有善愿 天必幼稚 佛菩萨就会保佑 你会遇到很好的圣缘 你这信里面前面还讲到 希望这个跟师父学习 也还要让师父给你定功课 那你自己要真干才行 你不肯真干 你这个圣缘以后就遇不上了 你所遇到的都是凡夫俗子的缘 六道的缘 拖累的你 永远在六道里面 不能处理 年轻人最难过的关就是色观 就是这个男女之欲 那这是每个人必定要经受的考验 你要能放得下 那你将来是个大成就人 那不肯放下 随波逐流 那就是只会变成一个 庸永远路路的人 凡夫俗子 所以选择都要看自己 你走哪一条路 对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孔子都说 少年之始戒之在色 那怎么戒呢 最重要的 要深信英国 要守礼 守戒 这个深信英国 要多读英国的书 想安事悬殊 我向你推荐 里面有一本 叫《遇害回狂集》 这本书好 专门讲戒淫 年轻人都应该看 还有呢 像《不可不可录》 《寿康宝剑》 还有这个 英国类的 《太上感应篇》 《汇变》 《了凡四讯》 这个《文昌帝君》 《阴之文》 安事先生的讲解 这些我们都讲过 可以拿来听听 认真地学习 会有 对你有很大帮助 这个《安事全书》 《遇害回狂》 我看了好几遍 扎好自己 离遇的根 这很重要 六道轮回 之所以不能出去 根本原因就在于 爱遇 男女之遇上 发不下 那古人讲 男女瘦手不轻 这互相 私下来往 这古人都是禁止 所以我们自己 要防危度见 小节上都要注意 保持距离 不要过于亲密 这样就不至于 沉沦于 这个 所谓 这个《遇害》 下面呢 弟子昨天在校 对一个女同学发火 弟子一般脾气都很好 但是弟子心里非常明白 内心没有动路 我说完就忘了 你也常讲 演说法真宗 别人以为我是真的 其实我自己知道是表演 可以吗 这个 最好不要 你跟人家发怒 发脾气 你虽然觉得自己 没有真正动怒 但实际上 你已经跟人接约了 他要是不能接受 他心里 就会有一个很深的结 怨结 将来就会怨言相报 所以修行人 绝不跟任何人 绝不跟任何人接约 对任何人都是和颜悦色 不让人都和颜悦色 不要让人难过 不要给人施加任何压力 不要脑害众生 这样你才是给众生做好榜样 希望你能够 既然这么年轻学佛 难得 希望你不退出心 认真的 认真的去学习经教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对学佛法也是很认真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是天天都在听经教 正是因为听经教 所以我才能够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走过那一段 青春危险系 到现在呢 将近四十岁了 心就比较定一些了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儿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